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最精彩 我每次到呢 就是同一个主题的最后一个阶段 我都觉得非常精彩 因为其实前面都很精彩 但是到最后 我真的很喜欢最后这一段 是因为其实这一段除了就是前面一两段 就是讲到我们主题受访者的那个过程 还有就是他经历了这个艺术的过程之外呢 其实最后一段其实就是在讲 这个来宾他对于他为什么会接触到 这一项传译或这一项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根本概念 还有他对于这个核心的想法 还有他希望他的未来性有哪些这样子 那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就是这一次三元老师 要给我们就是炒边什么样的新的生命呢 那我们就是一样欢迎就是今天的主人翁 三元老师耶 各位听众好 那个主持人古林金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讲到这个 我要先大概简单描述一下 就是以前因为我是矿工的孩子 那个环境其实是很嘈杂的 就是一个矿工的宿舍我们叫公寮 是 大概有至少六户人家 然后如果电视刚好要起来去家家户户 就都会弄一个电视 然后再加上这个 呃对我们外面那个顶仔咖 有人在卖水果也有一个电视 所以我读书的环境啊 是有七台电视在炒卧的 是我们在这边要先重申一下 老师是大概民国四十几年出生的 所以老师生长的环境大概四十年 四十到五十年左右 那时候可能我们 我是国中第四届 你是什么 国中第四届 国中第四届 国中那是什么意思 国中第四届是民国那个六十年嘛 嗯啊六十年进国中嘛 民国六十年进国中啊 六十三年进建宗嘛 我们大概是这样吧 所以我是 我的小学大概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啊 在那个那个环境之下呢 其实那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 很吵 对啊对啊对啊 我根本就是 很吵 我还是个天使对 就是很吵的环境 然后现在我回想过来 哎奇怪我为什么在那么吵的环境 我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呢 嗯 结果我发觉啊 这个跟跟从小啊 我妈妈啊教我们做这些手作的玩具 甚至我我要帮妈妈来缝那个毛线啊 嗯 绣那个毛线衣啊 那个人字绣跟十字绣其实是有关系的 嗯怎么说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现在有几个新闻 让大家把他串联在一起的 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冬奥的那个滑雪的选手啊 嗯啊 他在休息的时候 实际实际上他在织毛线 哦对对对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新闻吗 那个游泳的那个很帅的小男生 哎 然后再另外一个新闻啊 你如果用那个关键字啊 北玉女 是 目作 是 你就会查到啊 有一年那个新闻就是报报道说 北玉女这么会读书的 高中生啊他们就很夯 学那个目作 嗯嗯 那你把他看那个报道 整个读完 有发觉是说 因为他们的学姐啊 代代相传啊 就说 因为学这个目作 做这个目作 心会更沉浸下来 更转换心情 对于一个那么需要 面对功课压力 学习压力的 北玉女的学生来讲 那个是重要的 所以我都说总归一句 我把这三个把他串在一起 手作是可以让一个 现代人烦躁的心 现代人烦躁的心在哪里 就是让他说是一些什么 经济有的没有 有其实还包括3C产品 对不对 是 3C产品太多丰富的东西嘛 然后你看那个 那叮叮咚咚咚的 然后对 大家来谈那个事情 然后有人在 所以你会很焦虑 有时候奇怪 为什么没有人来敲我 这样就是像这样 对对 会一直看手机那个line 为什么他都没有传讯息给我 你的心都进不下来 对不对 那你知道现代人要心静下来 其实是不容易的 甚至你要很贵的 为什么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钱 去学习这样子 让心静下来的课程 就像那个meditation这样 对对对 所以静是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很重要 先把心静下来 那我们要讲了 我们现在 我用现代的父母 现代人 台湾人公立的角度 我们的目标是得 对不对 对 我要得财富 是 我要得到知识 是 最终是要得嘛 那你在得的前一个阶段是什么 得的前一个阶段 你知道吗 各位听众知道吗 我猜猜看 没有吗 叫绿 叫绿 绿是什么 叫绿 叫绿 绿 过绿的绿吗 你要考虑啊 考虑 失绿啊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你要不要得到一些烂的东西哦 嗯 对不对 对 我很想交朋友 你开始交一些烂桃花 哈哈哈 要能失绿 对不对 对 哦 得的 你要得的时候 要先绿 或是过绿都可以啊 嗯 但是是失绿的 嗯哼 那绿的前面是什么啊 是 是什么 绿的前面就是 安 安 安心吗 你要安下你的心 嗯 嗯 安嘛 那安的前面是什么 就是敬嘛 敬的前面是定 嗯 其实我是把五字真言啊 我们讲定静安律德 我反正讲 嗯 那你就印象深刻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得的话 那你超前部署 要学为什么 要有定力 嗯 你要让这个孩子 让你自己心要能定下来 嗯哼 试着去折一个指示看看 哦 你心情烦闷的时候 去折指折看看 心情烦闷的时候 对 你就把他做下来 也不一定是折指啊 就是不要动头脑 然后用手去做一些东西 家里的环境嘛 有 有有 对对对对 就是做一些东西 我们有说就是 如果在写论文的时候啊 越写不出来 然后家里的厕所就会越干净 哈哈哈 你可以让他都会去找厕所 这有同样的概念嘛 所以 对 可是大家都因为 因为 怎么讲 就是说 现在的人啊 就是心静不下来 因为外在的噪音太多 哦 干扰太多 那这些干扰呢 很多是来自于山西产品 嗯嗯嗯 很多来自就是 比如说背景的这些噪音嘛 嗯 可是你如果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学习把心给静下来 嗯 当你静下来 你就可以可以开始阅读啊 你可以做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啊 嗯啊 所以就是 如果是不信的话 你就学着去像 像我的YouTube去学 折一只蝴蝶嘛 嗯 那很快把它学起来以后 你又可以分享给别人 也是 就是说这是我对你的祝福 啊 然后又希望你长寿 嗯嗯 蝴蝶是代表祝福与长寿 哦 蝴蝶是长寿吗 因为它取茂蝶 茂蝶就是那个 茂蝶啊 就是一个老再一个毛 一个老再一个痣啊 一个故痣啊 茂蝶 以前70岁以上叫茂蝶嘛 哦 茂蝶之年嘛 对啊就是我因为在 呃有一次在 公车上我不小心遇到一位 啊女士在注目我 在那折蝶 女士在注目你 对对对 你在编场编然后吸引她吗 我在折蝴蝶 然后就送给她 嗯哼 那这也是我常用的伎俩 因为说不知道 不知道哪一个人 以后可以帮助我推广 嗯嗯嗯 所以我就送给她 然后笑笑跟我讲 说先生你知道 送人家蝴蝶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不知道 就是福气跟长寿 哦啊 取取那个蝴蝶嘛 那个福啊 因为很接近嘛 哦 那蝶我就不理解了 那为什么蝶那个 蝶是长寿为什么 长寿 她说啊长寿就是 那帽蝶嘛 啊 嗯哼 一个老再一个毛 一个老再一个字 嗯 是这样的原因啊 对啊 一个老一个毛 然后一个老一个字 就是这样的原因 对对对对 所以蝴蝶就是长寿 对对所以她就讲嘛 嗯她就说你如果看人家画牡丹 为什么一定要画蝴蝶 蝴蝶啊 因为牡丹会 牡丹代表富贵嘛 对啊你富贵你没有长寿 对你没有 你没有长寿 你享受不到你的富贵啊 对 嗯那一般长寿就是健康嘛 就是你很健康啊 才会长寿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对嗯嗯 所以其实这个有她的这个 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嘛 很有趣的地方 嗯好 对老师那您在就是 比如说您您说您小时 因为你刚刚说你小时候 就是在家里为什么会 你您家里好像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 应该是说比较吵杂的环境 有器材电视机 很吵杂因为矿工的工僚里面 总共有一个工僚里面 他用那个那个三甲板隔离的嘛 那我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隔音呢 完全大家都通了 被隔壁在干什么都听得到 所以他那个那个时候刚好电视起来 所以我常常讲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嗯啊我耳朵可以听到的电视机 总共有七台嘛 六户人家一一家一台 而且在家外面那个卖水果的 哦 所以大家听的节目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就很嘈杂 对那很嘈杂呢 我我后我当时当时不明了 那后来我现在就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因为当初我妈妈教我做这些手作 然后呢我甚至必须要帮妈妈 那个那个贴补家用啊 然后那个那个毛线衣的 人字绣跟死字绣 是 那你就很容易心就静下来了 哦 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印证 所以印证就包括就是说像 就像冬奥啊 嗯平常冬奥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新闻就是 那个北欧的某一个 有老师那给你讲 滑滑 滑对滑雪也对对不对 对 他他会去织毛衣吗 对对不对 所以北欧女呢他会去学木做啊 嗯那这个都有同样的异曲同工之妙嘛 嗯那我现在是在教大家 既可以 哎增进你的人际关系 以后你学起来 你还可以来增进你跟你的 儿孙辈的关系嘛啊 像我这个年纪 你看就准备要当阿公嘛 大概是这样 如果还没结婚的话 我常常讲说 你你要准备粮草啊 来对抗所谓的元宇宙 什么是粮草 粮草就是学这些草编啊 手作啊 去对抗元宇宙 你才会平衡嘛 你平衡啊 平衡就是对科技的依赖啊 嗯 你就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一定在 在那个虚拟的世界 因为现在大家看一下 其实 整天沉浸在那个虚拟的世界 其实 赚钱的还是厂商嘛 对 然后你的思想 你的想法 你的财 你的购买 你的行为都会被影响 其实被背后那个 主控的那个 那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教育 就在推什么 是独立思考 那独立思考 其实就是你必须 去辨别什么是 什么是适合 也不是说对错 而是说 什么是适合你的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怎么样去创造 属于你自己的世界 跟你自己 我不晓得这样 是不是可以用经济体来 要先学会认知 所谓认知认识嘛 认识你周包周遭的环境 嗯 啊 你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比如说 大自然有什么东西 你不要直接觉得说 你跟大自然完全是隔绝的嘛 那如果今天大自然是一个教室 公园是个教室 你就算一算你这个孩子 一天有多少时间在大自然吗 嗯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很糟糕了 嗯 可能他少了一些被启发的地方 所以现在在国外就很多的学校 就走向所谓的在 呃 森林学校 嗯 对不对 实验教育啊 嗯 然后接触大自然 嗯 那像这个我们 我的草编都有曾经跟这些机构都有合作过 是 而且我的重点都是从 切入就是 师资培训 嗯 我先教他怎么样来当一个草编老师 嗯 怎么吸引孩子的兴趣 嗯 怎么吸引大人的兴趣 把它赋予意义 嗯 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好 哎老师你那个草编啊 是路边随便把那个草摘下来就可以做编 不是每一个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 但是你要去试 但是因为你常常做嘛 你大概知道他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你今天要编那个像凤凰那个 嗯 他的他就必须要够长 嗯 然后他有韧性 嗯 他能可以一分为了 如果不能一分为了就要用两支来完成 所以我 我从我妈妈开始教我用盲草 把他奔支以后 我现在试过包括柳枝啊 嗯 包括这个竹叶草啊 包括拜草啊 嗯 包括那个那个什么 呃 黄椰子啊都可以啊 我都会试嘛 因为你你试的话 就比较可以呃 随手去展现你的能力 让人家眼睛一亮 说哦 就是一个编织的玩具这样子 对对你要上我粉丝团来看 就可以看得到就很多不同样的这个 也许他同样一个形体 嗯 可他呈现出来是不同样的感觉 诶 老师我很好奇 那时候林妈妈她是大概什么时候 然后再教你做这些事情 因为刚刚听您说 就是好像妈妈以前小时候 应该也蛮辛苦的 就是会好像也是要 做一些Q缸来贴补驾用嘛 对啊对啊对啊 那他这么忙的话 他怎么样去 他大概什么时候 因为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微波炉啊 什么的 你们那时候是用柴火吗 还是瓦斯 我跟你讲我妈妈怎么叫 第一个齁 我讲你会吓一跳 我妈妈不试字 嗯哼 不试字 但是我们家 四个孩子的启蒙教育 都是我妈妈教的 是 那你会好奇 不试字的妈妈怎么能教孩子 呃对 因为现在很多妈妈很很很紧张 然后就会买什么试字卡 什么的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家穷嘛 所以他这是 这个是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事情 是 我妈妈就是说 她觉得隔壁的人家的妈妈 嗯 都会教孩子 可是我虽然不试字 我也要教我的孩子 对 所以她就拿那个阅历纸 是 要我们学那个 看着阅历纸 那个空白啊 嗯 不是一到 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吗 你在旁边写 从一二三四这样开始写 嗯嗯 啊这个形形状他会看嘛 嗯 他如果看了说 你你你写的形状跟他形状不太一样 歪七扭八 嗯嗯啊 那就要跪着写 哦 啊你如果再写不好 对对 那你再你再写不行 我跟你讲 他那个那个那个加法就拿出来了 真的 天啊 那我妈妈 不能想想 她的她是白天要去推车子 是 那回来 还要教我们 嗯 那大概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很坚持的妈妈 那草编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我印象中应该是我四五岁 那时候住在那个 新北的双溪的牡丹的时候 应该是那里学会的 嗯嗯 应该是那里学会的 然后那个随着自己 渐渐年纪 比如说到小学啊 那有其他的同学会啊 嗯 我们就彼此学 那因为我对这个特别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兴趣 所以呢 呃我们家 我是老大嘛 下面三个妹妹 啊 其他的妹妹都是学一两样的 嗯 我我几乎是所有的这个 盲草的编织呢 我完全都会 啊 小到牙刷 大到老鹰 我都编得出来 哇 光光那个盲草编织 就会编二三十种 嗯 就那时候是 等于是你主要的休闲娱乐 就对了 啊就没有嘛 所以所以现在就回过头来 就在讲 嗯 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 玩法是这样 比如说灯笼要自己做 对 哎你们那时候的灯笼怎么做啊 灯笼啊 我们是用那个克林牛奶的铁罐 对对对啊 对啊 你们也是吗 用铁罐啊 也是啊铁罐啊 或者是说用那个竹子啊 做成关刀灯啊 那个比较复杂一点 嗯 把它剖成上面 那个我都还会做啊 我的脸书上面有啊 哦 我也曾经用 因为竹子比较难取得嘛 我就用干嘛来做 也可以做啊 他就做出一个关刀灯啊 哇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关刀的那个 这个 哦那个好厉害 对啊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 我们曾经有一度 那个时候在差不多是 2014年开始嘛 到2013年开始 到2017年 是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那时候董事长是施政总先生 是 要把他再提倡回来 哦 连续弄了四年 是 可是我自己真心希望说 手做的灯笼 我们应该要回到回到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面 比较老是要说要跟政府去领那个那个定制化的灯笼嘛 就是那个都虽然有创意 但是都一样你知道意思吗 我懂 都一样嘛 凑一凑凑一凑就是一个一个折叠的灯笼 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 除了可能有些人领那个灯笼是塑胶 就现成灯笼 然后可能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再回来 尝试手做灯笼这样子 对啊 所以他这些东西 他因为文化的改变哦 风俗之厚薄西之乎啊 要支付一二人心而已嘛 就要从上位的 去慢慢去引导 所以那个时候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施政总先生 他就大力的推动这个 总共推了四年 嗯 很可惜就四年以后就没有了 然后大家图方便嘛 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国一会赞助的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再回来 这个是好事 我是希望大家把它带回来 对啊 好我们再来想办法 也许也许没办法那么大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小小的做这样 没有 这个其实 以前弄这些灯笼 他不花钱的 对不对 就是家长啊 大家去做啊 用什么克里奶粉啊 这样做出来 那个有趣啊 对不对 而且又可以拉进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 有有有 这有点像 我觉得这个最后他还是会再流行回来啦 比如说现在很多在 有些地方是封街在玩以前那些什么跳格子的游戏 有没有 对 他主要是要让孩子不要老是待在房间里面吹冷气 对 他应该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在外面野 嗯哼 那很重要在外面野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对 好你也许会有冲突 那那其实也是学习怎么来处理这个冲突 你必须让那个冲突发生 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去修复他 对 对所以我们以前的cosplay 嗯 我们以前有cosplay啊 但是我们的cosplay是真实的啊 在比如说官兵做强盗啊 你当官兵我当强盗啊 嗯 然后去抓来再跑啊去蹦啊去跳 不是在网路上 ok 嗯 对但是因为老师 就是现在其实也有点尴尬的是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其实大家也很害怕 有小孩现在嗯 7月应该我们播出的时候 是7月份应该快要平息了啦 希望是可以平息 对就就可能真的就这个时候 就可以大家再出来走动走动 媒体我突然想起一个 媒体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前一阵子啊 你看到处在在大安森林公园啊 嗯都在都在玩一二三木头人 哦真的吗 啊这鱿鱼游戏啊 哦对 因为游戏尤戏这个电影啊 对对对 大家都在玩一二三木头人啊 嗯对不对 那个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东西啊 哦对啊小时候玩对 我还撞到墙壁啊 自己掉下来很好玩 那今天非得 非得透过一个韩国的电影来 启动你那个这个东西 还蛮好玩的 嗯那个开关 嗯啊不要啦 我们自己想办法就把它启动吧 哦就自发性 对应该是一个自发性的概念 就是想办法让一些 呃小时候的游戏或者是小时候的 呃跟人接触的那个紧密的关系 用一些方法再让他重新恢复到我们生活的日常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从幼稚园的老师 嗯啊一直到大学开课对外籍生 像我前几个礼拜就是对原制大学的外籍生 嗯都有 嗯都有 只要有人邀我 我觉得时间还OK 嗯啊我就去分享 嗯啊我是希望大家说 哎比如说到外籍生 他们有类似的东西啊 啊你可以把类似的东西 带到台湾来啊 然后跟大家分享 你们在在你们的国家 是怎么玩这些手作的东西啊 嗯因为他是带着温度的 嗯啊他会让你记起是谁教你的 嗯这蛮重要的 对就是那个身身体感的记忆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好像我们也聊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对 今天会不会聊太久 哈哈哈哈 不会啦不会啦 其实我觉得呃聊是一个嘛 我像我希望大家能 上到我的那个YouTube 就是手边幸福或是脸书啊 嗯那里面有比较简单的啊 比如像小鱼啦 用三片竹叶做成的公鸡啊 一片竹叶怎么做成一艘船啊 嗯啊 或是做一个鸡腿 那都很简单的 很简单弄起来一个 对啊 我们会把老师的那个YouTube 连接到在我们 公布在我们的那个光网 光网 光网上面这样子 对对欢迎欢迎 大家可以上去看老师怎么手作 那大家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嗯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啊 你就留言 对可以在上面留言 对啊就留言在我的粉专 对啊就留言在我的粉专这样 或者是直接接上老师啊 对直接学比较快 对 而且如果说是就有学校老师的话 也可以跟三元老师就是接洽 就是怎么样去学习这样的记忆 然后再交给小朋友 我想不管是自学团或者是 或者是学校老师都都应该 应该会满想学习这样的记忆 对对啊我我像我碰到过的有包括像 呃有些小学的组长会议啊 嗯嗯嗯 然后还有呃高中的自然科的老师的研习营啊 嗯 还因为他们研习营总会找不同的活动 嗯然后就刚好不不小心在街头碰到我 哎老师你这个东西很适合 哦可以啊 我就分享给你们了 对啊 那你们想办法再怎么连接到你们现有的 嗯 嗯或者是说一些数学老师对哎 刚刚老师讲的很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呃在小小小领域这边 你怎么样透过一个小小的编织 然后呃放大到最后小孩成长的时候 去连接到其他的概念 老师之前有老师好像有提到就是呃 好像是矽谷还是美国那边 就是他们会有那个什么蚁人机器人 对他们叫做仿生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那个叫做Origami Robot 嗯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Origami 嗯嗯 robot就是机器人 你会在YouTube找到很多 就是基础上他是从折子的那个概念里面 嗯啊 去让他呢比如他的翅膀啊 他的脚啊 嗯他怎么在移动里面 他做到非常的微小 微小到可以放进一个胶囊 然后然后呢 他可以甚至透过血液 进入到血液里面去帮你清血 血 血酸啊那个大概这样的东西 我想其实现在都在研究了 嗯我想这其实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就是不要去设限 然后不要就是一味的朝着好像主流 就是讲说他多美好 然后就去觉得说啊 我们就是把我们原本会的这些东西 摒弃掉 而是我们应该要再去重新学习 我们身边这些小东西小事物 然后从这些小事物或者是小时候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记忆 让我们就是再重新去翻译他翻转他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比如说像老师刚刚讲那个 蚁人机器人的 类似这样蚁人的概念 蚁人的那个概念 就是我们叫做仿生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就是从一个很简单的 折子的概念 然后研发到成那个机器人 然后去做一些生活上的利用 对真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我自己本身 其实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所谓的认知 真的吗 而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世界级的折子大师 叫做Bernie Payton 所以你如果上网去看 那个奇美啊 博物馆曾经办过一个折子博物馆会 非常的巨大 那个就是那个Mr.Bernie Payton 跟他的太太啦叫Susan 他一起到台湾这边来 然后就从09年就不断的 再去跟我们的一些公益团体啊 去募款 然后说服大家说折子很重要 这个以后的黑科技 原来老师您是那个特展的幕后黑手 不是不是 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那个特展要真正要感谢 是那个台大教授 叫做余洪灿教授 余教授 后来我知道他跟我同届的 建东同届 对对对 是同学 他把阿妖来的 对对对 默默的帮台湾把是把我们的眼界打开了对那我们学折子的孩子有一个世界级的舞台这样哦真的真的就是呃还是很多很多东西可能我们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然后小小的这些东西其实他背后的学问就是其实是蛮大的然后从这些简单的东西然后丰富我们的脑袋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办法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自己才有办法 可以有办法去创造一些比较多元的事物 是这个概念吧 古年金老师你这个概念就是黄永松老师对对我讲的那个概念哦真的吗对啊就是就是他说日本啊德国他们是非常很重视这些传统嘛是这些手作啊嗯折子啊嗯啊就是成就了德国跟日本整个后续的包括行销包装啊跟精密机械的基础也是对对啊跟精密机械的基础也是这样来的嗯没有我是其实是跟老师录了三集之后 才有这样小小的心得对那再好了那我等于把对你来讲这个洗脑成功了对你启蒙了我行销成功了对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确实你启蒙了我对于哲子的那个看法跟想法这样那我就比较感谢黄永松老师他是对我有很深的崎岖的他当时当初他是这样讲啊说嗯嗯三元之星那时候我还是执行长嘛说全台湾啊这个从科技界啊一直玩到这个 那个NGO组织啊非政府组织就不是太多人了啦是可是又加上会草编这个就全台湾就你一个啦是你有你有那个使命跟责任要再把那个手作同万草编像草编这些东西呢嗯带回到台湾的生活啊不是只有在在在演讲啊不是只有在DIY教室这样对 所以我就决定2017年顺劖就是提前退休啊嗯然后就做到现在啊就把这个当成是你的使命对对对对对而且做得很很快的真的真的真的有老师在折草编的时候是很带劲儿对很带劲儿然后呢很看得出就是您是很开心很享受在这个当下的 而且他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想象一下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尤其小朋友围着你啊对不对你有看到那个场景吗有有有有有对啊就是这样才会想要就是真真的有有机会然后就真的赶快找三渊老师来聊一下这样子不然一晃就真的是四五年过去太可怕了对对对对对对啊好那我们这一次真的非常谢谢三渊老师就是呃 呃分享他宝贵的经验让我们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草编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这些东西其实除了就是美化环境然后有很自然之外其实他还可以让我们勾起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甚至包括说我们人类的智慧其实都是从这些小小的东西开始嗯那我们因为他他就从结神祭祀时代就有的东西啊对他其实有他的仪式感然后后来他又带到科技 而且还可以呃involve到文化的这个部分嗯对没错好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三渊老师那也请大家就是呃听完这些节目之后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就是去搜寻就是林三元或者林三元或者是幸幸福手作幸福手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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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粉丝专业然后就可以找到三渊老师那欢迎大家跟他联系那也大家也邀请请大家不要忘记 继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哦好那呃呃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谢谢三渊老师我们下礼拜呃我们下礼拜见拜拜好谢谢大家拜拜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如果你有想要知道却迟迟不知道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 或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来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乔行政执行陈温如两位坚强的后盾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 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工作 中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不吝息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拜拜